用色的高架道路上 车辆走走停停 后方却突然趁起一阵浓烟 一辆载满废弃物品的小货车 突然起火燃烧 黑烟瞬间弥漫整条道路 上货车驾驶立刻停靠路边 不过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人很傻眼 这位货车司机并没有拿出灭火器灭火 而是将车开一段停一段 直到发现火势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后 才拿出手机报警 不止车顶冒出熊熊火光 货车上起火的物品更在行驶中不停地掉落 但这名驾驶下车看了几眼之后 竟然继续开上路 最后警销人员赶到场 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大火扑灭 整辆货车早已被烧毁 只剩下焦黑的车壳 虽然这场意外没有造成伤亡 不过货车驾驶的危险行径实在是太任性 记者综合报道